哈喽,兄弟们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很多朋友们在我这里办了新加坡渣打银行的账户 现在陆陆续续的很多朋友的账户已经开通了 并且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收到了新加坡渣打银行发的两张卡片了 那么我相信在收到卡片的情况下,大家还有一部分人肯定是不会操作激活的 可能需要你自己去摸索一下,其实激活的流程也很简单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不太善于去使用这些电脑之类的东西 所以找起来会比较麻烦 那我今天就出一期视频,告诉大家如何去正确的激活你的卡片 以及如何在海外能够使用我们的卡片 激活一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网页端进行激活 第二种是通过短信进行激活 那我这里个人更推荐大家使用网页端去激活你的卡片 这样的话出错的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 如果你是发短信,可能你在输入某些内容的时候 有可能多了一个空格或者少了一个字 或者打错一个字都可能导致你激活失败 你可能要失好几次 这里我就建议大家还是通过网页去激活更方便一些 那么你在收到卡片之前 其实你的账户就已经开下来了 那很多人就会去按照客户经理的要求去注册网银 然后开通网银,开通手机盾 对吧 这些你前期都已经做完了 这些就是傻瓜事流程 只不过大家对于激活卡这个步骤 或者说在海外使用卡这个步骤 还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今天就出这条视频来帮助大家扫下坑 然后让大家更清楚的怎么去激活这个卡片 那本期视频我一共讲两个点 就是怎么去激活卡片 以及如何在海外使用你这张卡片 这个流程它是一样的在一起的 其次我也会给大家交代一些其他的东西 大家认真看接下来的视频就行了 然后如果说还有兄弟们想通过我去办理新加坡渣打银行账户的 可以随时来找我 然后我的微信一直都是在线的 不要问我在不在线 微信它跟QQ不一样 它没有设置在线和离线的这个功能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问我在不在线了 我全天都在线 只不过我休息最近可能比较早 我一般都是在早上7点到8点左右会回复大家的消息 但如果你来是找我做咨询的 那我的咨询是收费的 并不免费 所以大家要来找我之前一定要确定好 你是找我做咨询 还是找我开通银行账户 好了谢谢各位了 看视频操作 好了兄弟们欢迎来到我的电脑上面 首先打开我们的网站711bank.com 这个网站是我用来分享一些离岸银行相关的一些内容和资讯的 然后这里边会有很多大家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重要内容 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过来看一看 当然注册账号之后呢 大部分内容你们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如果你们是在我这里开通过银行账户的 我可以送一个会员给你们 有一些下载啊 或者是有一些内容是针对会员可看的 那虽然目前比较少一些 那今天呢 我视频所讲的内容呢 我已经放到了我这个网站里边 就是这篇文章 大家直接点开就可以了 这篇文章的链接呢 我也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 那本期视频内容啊 我主要讲的是教大家怎么去激活卡片 以及怎么去激活海外使用的这个功能 那么注册网银啊 这个我就不去教大家了 因为在你开通账户之后 客户经理会告诉你怎么去注册 并且给你一些注册资料 那么注册资料呢 我也一并放到了我的这个网站里边 如果你没有或者是没看到 可以直接去这里下载 然后呢 我直接往下啊 这个位置大家看到的就是 一个关于密码的一个东西 这什么密码呢 就是渣打银行会发一些加密的邮件 然后他一些加密的内容 比如说一些附件 是需要你输入这个密码才能打开的 密码的格式呢 我也给大家详细解释了一下 因为你看这张图片啊 有很多人他看不懂 对吧 但我就给大家举例了 所以大家一看我的举例 就能看懂这个密码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你凭这个密码呢 就能打开渣打银行 给你发的加密文件了 那么我们这里还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收到了网银的临时账号和密码之后 一定要在五天之内注册自己的网银账号 否则呢 你的临时账号和密码呢 都会失效 失效之后呢 你就不可能再登录这个网银了 后期你找银行处理可能也很麻烦 所以大家在收到这个开通账户的通知的时候 五天内一定要去注册自己的网银 以免后期注册不了 那么网银呢 它这个都是英文界面 我们可以使用谷歌浏览器去翻译啊 然后呢 网银的登录地址 这个是 如果你是首次登录呢 需要打开这个地址 才可以去登录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直接转到这个链接 好了 我们点开翻译一下 点击我同意这里 然后点击我接受 好了 这里就可以看到 让你输入 临时的网银账户和密码 那临时的网银账户和密码的话呢 它都会发到你的优箱和短信上面 那这个账户网银的账户用户名 它是这个开头的 六五开头的 然后密码的情况下呢 它是会给你发的手机短信 账户名是给你发的优箱 这个你要区分开 客户经理呢 也都会提醒你 我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再重新过一遍啊 以免有些人记性不太好使 然后临时密码 它是以这样的一个短信内容 进行一个显示的啊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 它是从哪里发给你的就OK了 注册好自己的网银之后 需要12小时后才能进行登录 你刚注册的网银 要等12小时之后才能去生效 所以这点大家记住 你注册的时候密码啊什么的 这些你最好自己记住了啊 然后关于这个渣打银行 收费的一些明细就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看一下 然后呢 你就不要问我了 因为很多费用我也记不住 OK 然后呢国际银行汇款的资料在这里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还有银行的客服电话 这里呢是关于我的提醒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就是怎么去激活卡片 激活卡片的这链接呢 就在这里 那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我们打开这个链接看一下啊 好 那这个链接打开之后 我们把它给翻一下 那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按钮叫做卡激活 那默认呢 为了增加安全性 这个银行给你发的ATM卡 借机卡这些都会被暂时冻结 你需要这个进行当前在下操作 才能激活你的卡片 也就是说你收到卡片是完全不能用的 你需要点击这里激活 那么点开激活之后呢 它默认就跳到了这个网址 那么我们只要输入卡片的这个信息 点击提交 也就说你的这个卡片呢 就可以去激活了 好 那么我们反回来再看一下 另外一种激活方式的话呢 就是短信激活 当然这个短信激活 我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啊 这个挺麻烦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后边我们想修改这个卡片的密码 该如何修改 那登录到你的网银界面之后 有个第二个按钮 就是home的选项 就是加 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加的选项 然后在这里边点开 点开就会到这个页面 我们选机选择这个选项啊 然后呢 选择你要更改卡片密码的这个卡 然后我们直接设置密码就行了 在这里就特别简单这个步骤 然后我们如果说想 把这个卡在海外使用 海外使用指的是 新加坡以外的这个国家去使用 那么我们需要打开这个链接 其实在你激活卡片的这个链接里边就有 就有这个地址 我们直接点击也可以 或者是你直接点击我这个链接也行 点开了就到这个页面了 这里呢也是说了 默认关闭了在海外使用的功能 包括海外ATM取款 然后以及这个借机卡的交易啊 那好了 我们需要启用这个海外卡使用 你才能在中国大陆 甚至其他国家去使用这个卡片 我们点击激活 点开激活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 海外使用是否能使用 我们点击能使用 我不希望我的卡片 在海外有使用的过期时间 就是你要点这个 就是永远都支持在海外使用 如果说你想设置某一个时间段之内去使用 那也是可以直接设置的 那我们选择完之后 输入卡片信息之后 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其实整个这个流程和步骤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当然这里边有一些细节 可能需要你自己去留意一下了 那关于这个激活 还有开通海外使用的这个功能 我就讲完了 如果其他功能你想了解呢 需要你自己去多用心去研究一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